这条短片会介绍一下同学在9月开课后 如何利用Google Classroom和Google Meet去上网课 或者开学周或者导收课的过程 在电脑上先用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网址上就按入google.com.hk 输入后就在画面的右上角按登入 按完登入后就会看到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亦即是Google户口 旧生同学会跟去年的户口相同 没有变成的 记得格式就是前面你的名字 然后就add ktkc.net 输入后就会叫你输入密码 你可以留意一下你要用这个ktkc.net 然后下面就输入你Google的密码 密码也是跟去年相同 没有变过的 至于一年级的新生和插班生 你的Google密码已经派发给你们了 那就可以按到你的密码纸上面 去登入你的Google户口 成功登入之后就在画面的右上角 这个9公格就是应用程式 按这个9公格应用程式 你就会见到Google服务就放在这里了 我们常用的就会有这个Google Classroom 或者Google Meet等等 那么现在我们示范一下Google Classroom 所以就按入这个Google Classroom 进了Classroom之后 你会发现你会多了一些班别的 分别就是你今个学年的 属于你班别的课室 举例如果你是六顺班的话 你应该会见到有一个6F2021 的Classroom 另外亦都会有中英素常四科 是属于你今个学年 今年的级别 或者今年的班别 你的科的网上功课的Classroom 那就是说呢 简单来说 你会见到有属于你的班别的课室 和科目的课室 那班别的课室呢 主要就会放我们网课的连结 也就是说你每一天上网课 那个Google Meet的连结 就会放在你班别的Classroom里面 另外这个Classroom 都会放一些班主任的宣布 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而科目的课室呢 就会有各一科老师的宣布 或者如果各一科 有一些档案 有一些功课 或者有一些片段 是属于各一科的话 就会放在你各一科的Classroom里面 每一天当网课开始之前 你就要去你班别的Classroom里面 找回那个连结 基本上每一天的连结都是一样的 那老师就会把连结 就放在Classroom里面 按下之后呢 就会直接去到 你的Google Meet的画面 那就会上网课的了 那你会见到这个Google Meet的画面呢 首先你会见到这个 就是拍着你自己的样子 那如果你是开了镜头的话 这里就会见到自己的样子了 那这个左边这个按键呢 就是开启和关闭你的Microphone 即你收音的设备 右边这个就是开启或者关闭你的镜头的 那准备好之后呢 就按这个立即加入 那就会正式进入会议 那就是说人家又看到你 你又看到其他人的了 那进入网课之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画面 那简单下面有几个按键 左边这个呢 就是开启和关闭你的Microphone 即你的收音的设备 右边这个呢 就是开启和关闭镜头 按一下就开启 按多一下就关闭镜头 中间这个呢 就是离开这个会议室 那如果你有时不小心按了这个离开的话呢 你只要按之前那个连结呢 就可以进回来的了 那你记得呢 在整堂课堂期间呢 你都要保持静音 就是说呢 左手边这个Microphone 是应该是要有一个交叉的 就是说你是要静音 不过镜头呢 就要保持开启 因为呢 老师是要看到你的样子的 那当老师向你发问你要回答的时候呢 你才好开这个Microphone 那同学才听到你的声音 那当完了那个课堂的时候 当老师叫你离开呢 你就可以按中间这个离开键的了 那不过同学留意 如果呢 那一天里面 举例有三节的课堂 当第一节的课堂老师下堂的时候呢 你不用那么快离开的 因为很快第二堂的老师呢 就会进回同样这个会议室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离开键呢 应该就是完整日的课堂的时候呢 就才按这个离开的 而画面上面这个地方这个键呢 就是可以输入文字的讯息的 有时候可能老师叫你答问题 你就可以在这个文字讯息栏呢 那里呢 就用你的键盘去输入文字 那当然也是啦 如果呢 老师没说明的话呢 就不会在上面 打一些和课堂无关的东西啦